現在是晚上11點22分 然後我很想分享一個心得就是 最近我加入那個桃園地區的永恩分會 BNI的永恩分會 那有很多人問我說 知道我在2010年已經加入過BNI的朋友問我說 那為什麼又要加入那個桃園的BNI 然後桃園的BNI跟剛出台北的BNI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想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在2010年的時候加入台北的BNI 我覺得有一個最棒的突破就是 我的實體人脈變多了 那因為我以前是工程師 所以我的人脈其實大部分都是工程師 脫離不了工程師的這個範疇 所以那時候我在賣那個電子郵件的伺服器 所以每次接觸到的人都是跟我一樣很窄的人 一樣很窄的人 所以都是一些電腦網路工程師 都是鎖在那個機房裡面工作的那種人 然後我接觸不到什麼 老闆偶爾有啦 就是有些公司比較小規模的 那他們老闆會直接找我去 去移架或者是談這個產品 但是畢竟是少數啦 如果說比較大的公司 像比較大的飯店 那或者是企業 那種是根本遇不到老闆 大部分都是資訊人員 所以呢 在參加台北的BNI之後 其實拓展了我非常多的各行各業的朋友 可是因為我從十一年前我就搬到桃園來住 所以我以前雖然是台北人 我住萬華 然後搬到桃園之後 我桃園還是沒有朋友 我除了教會的朋友之外 我桃園還是沒有生意上的朋友 所以那時候我去台北的BNI 我認識的很多人脈都還是在台北 然後我在2012年的時候 我在台北的BNI待了兩年左右 然後因為一場開刀生病 所以我決定要放下以前的工作 我不想再做了 因為那時候付出了很多的時間跟精神 我就想我不要再做這個工作 後來我就也離開了台北的BNI 就沒有再繼續續約 我就回到桃園來 然後這兩年的時間 我就專心在網路行銷的這個教材的製作上面 然後也去學其他網路行銷的老師 他們怎麼去教網路行銷的一些技巧 然後也去結合我過去這10年來 在網路上創業的一些經驗 再結合這些老師他們的教學 然後把它綜合起來 我就自己去開這個課程 那這次呢 呃 桃園地區的BNI其實蠻成熟的 那我也很希望能夠介紹朋友來參加 因為目前桃園這邊的永恩分會 已經有將近40個人 將近40個人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來吃一頓早餐 然後你就可以拿40張名片回去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都是老闆 那你就可以結識這麼多人賣 那最大好處是什麼 你今天如果說你是在賣某個東西的 那剛好我們這40個人裡面有這個需求 你馬上就做到生意了 或者是我們這40個人裡面 背後的人脈 背後的客戶 有你的符合你商品的需求 那我們又會把這些人脈 介紹給你 給你買東西 好 所以你如果想做生意的話 你直接到我們 我介紹這個桃園的BNI來 我們在桃園市的大興西路的福隆飯店 每個禮拜二的早上 如果你想過來參加的話 你可以跟我聯絡 那我會把你當成我們的來賓 邀請你來參加 那我來參加之後 因為瞬間就 因為我在桃園沒有認識很多人 所以我在桃園就瞬間認識很多人 那其實個人品牌怎麼去樹立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在做網路行銷 最簡單去建立品牌信任度的方法 就是提供貢獻 提供價值 那一樣 我們在實體的聚會 跟在網路行銷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去貢獻一些 我的knowhow我的知識 比如說我們在網路上 到底做網站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做部落格對你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現在有很多人說 哎呀不需要做部落格啦 那個有臉書就好了啦 或者是說幹嘛做網站呢 反正廣播打一打 成績就來了啦 也許有些老師會這樣教啦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注重長尾效應的話 所謂長尾效應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廣告打出去之後 未來有沒有被搜尋到的可能 還是說我今天這個廣告打出去 這一陣子有效 可是過一陣子我如果沒有打廣告的時候 人家就再找不到我了 那我希望做的是長尾效應就是 我這次打了廣告之後 之後我就算沒有打廣告 也可能有人會找得到我 這個就是我想做的 也是我想教的 那它沒有別的技巧 我今天可以講一個很簡單的 很具體的案例 就是說 有一家店面它是百年老店 百年蚵仔米索 然後另外一家店它可能只開了半年而已 那對一個陌生人來講 你覺得他會去吃這個百年老店的蚵仔米索 還是去那個只開了半年的蚵仔米索 依照比例來講的話 百年老店是比較有信任感的 第二個 假設說這一家店 它是7-11 它賣很多東西 另外一家早貨店它賣的東西比較少 那你想想看 這個客戶會進哪一家店的比例會比較高 7-11東西比較多 所以進7-11的人可能就會比較多 第三個 7-11的東西多 那這家早貨店的東西少 所以你想想看 哪一個客戶會停留的比較久 哪一個客戶會停留的比較久 它在7-11裡面如果有100種商品 那比較可能符合它需求的商品 可能會在裡面 它可能會看的比較久 那另外一家店它商品比較少 所以它看的時間就沒那麼長 好 這幾個觀念 你去想想看 如果把這個商店的觀念 套用在網站上的話 你就能夠理解 為什麼 比較歷史悠久的網站 還有 內容比較多的網站 它會得到搜尋情的青睞 它會比較容易排在搜尋 跟關鍵字之後的前面 也就是說 因為它有幾個符合類似 實體商店的功效 就是說 網站成立的時間比你久 然後它裡面的文章內容比你多 所以 來看的訪客 他們停留的時間就比較久 那搜尋情會去 針對這些做統計啊 像Google它很聰明啊 每個訪客進到某一個網站 待了幾秒鐘 待了幾分鐘 然後才退出那個網站 跳出來 這個搜尋情都會知道哦 所以 它就會去 它就會去 觀察 這個網站的 它會幫網站做評分 它就會去幫網站做評分 那如果這個網站分數越高的話 代表這個網站在搜尋情的心目中 是比較分量的 比較分量 所以 這個網站就容易被排序在前面 那它有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一旦你在搜尋這個關鍵字的時候 你沒有花任何的錢 你的網站就容易被搜尋到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這就是我講的常委效應 那如果你說 我每次都只要打廣告就可以去賺到錢 可是我不打廣告 人家就找不到我 那 這是短期有效的 可是我們需要的是長期有效啊 所以 為什麼我說 你要去經營你的部落格 因為 部落格它本身就有一個 程式設計是很容易被搜尋引擎 搜尋到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知名部落客 為什麼他們很潛意去更新他們的部落格 就是很容易被搜尋到啊 那麼就算不花廣告費也很容易被找到啊 而且 對一般訪客來說 網路上的訪客來說 他們會覺得 哇這個網站做的好專業喔 它裡面好多文章 而且都對它有用 那很多人會去搜尋的因素 是因為他碰到問題 想要有人幫他解決 所以一般我們自己也是啊 我們今天就是碰到問題 然後才會上網站去搜尋關鍵字 來幫我解答嘛對不對 所以你部落格寫的內容 並不是一直在廣告你的產品 而是去幫你的客戶解決問題 而且解決他問題的這個方法 剛好跟你的商品是有連結 是有關係的 比如說 有個商品 比如說它是一張床好了 那這個床能夠幫你的身體 比如說你躺了這張床之後 你的腰痠背痛就會好 可是你如果有一篇文章是專門針對說 腰痠背痛應該怎麼治療 或者是你應該做什麼運動 那你因為寫了這篇文章 而被搜尋到的時候 人家會因為對你產生信任感 對你這個網站的其他資料才會有興趣 那你之後再來 收集這個客戶名單 之後呢 再來告訴客戶 其實有這種床 可以幫助你 改善你目前很不舒服的症狀 這個時候 因為客戶是因為搜尋到 怎麼解決腰痠背痛 而來這個網站 然後他才又知道 原來你有更好的工具 可以去解決他身體的問題 他才比較有可能去花錢 來買這個東西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打廣告 讓他來買這個東西 他對你並沒有產生信任感 因為他並不知道你的專業到底到哪邊 他只覺得你是在賣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我在說 你怎麼去梳立一個 利用部落格去梳立一個個人品牌 或者是用部落格去梳立一個你的專家地位 或者是你公司的商品特色 這就是部落格能夠發揮的作用 那我們可以用很多方法 就是說你部落格的文章 你要怎麼樣去充實這些部落格的文章 寫一些讓人家幫助人家解決問題的答案 在這個網站上面 這就是非常重要的 經營部落格的一個非常大的重點因素